散文《老实说了》的结束 作者 刘半农 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 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 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 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 不打算发表了 只有杜唐君的一篇 《为老实说了吧》注释 说我之所以要做《老实说了吧》 由于《幻州》第六期中 潘某骂我之不根据事实 意想似乎别致些 其实这个揣想是不尽真确的 潘某只骂人 并不必到了第六期中 才没有根据事实 他说我的洋编辑用中国装定 是定徐志摩的烧 早就大错 新书用旧装 起于我的中国文法通论 这书出版于民国八年 并不像宋版原版那样渺茫 而潘某竟没有看见 是成不胜遗憾之志 登了这些的文章 要说的话似乎都已经给人家说尽 我要再说几句 的确很难 但不说几句又不好 无论如何 只能找几句人家没有说过的话说一说 我说这回的讨论结果是当然不会有的 但结果尽可以没有 而能借此对于青年们的意志 做一番测验功夫 也就不能说不上算 于是我就不得不对于干脆老师的 蒋吉安先生大表敬意了 他痛痛快快的说 书不必读 更不要说整本整本 要做文艺创作家 舍堆弃瓷头而外无他法 描写或记载事物 态度不必诚实 这种的话 要是青年们早就大叔特殊的宣布出来 我们也早就把他们认清了 不幸他们没有 直到我的文章出现了 才由蒋先生明白说出 虽然迟了一点 究竟还是我们的运气 不过在这一点上 我对于我的老朋友启明先生 不免要不敬一下 他以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 同吃饭必须嚼碎一样普通 他看见了蒋先生的话 不要自认为常识不够吗 在引明于太医老人的人的一篇文章 《见每日评论》里 我们发现了真天足 假天足两个名词 这尽可以不必加以辩证 因为明与实究竟是两件事 你尽可以自己提上个好名 再给别人加上个恶名 这种名称 是何与否 自有事实在那里说话 同在这一篇文章里 我们看见了 来教训你 这一句话 果然 我在这一篇文章里 以及他的同党诸君的文章里 得到了不少的教训 第一 便是启明所说的 不捧且不可 何况是骂 所以我们应当注意 现在的青年们 比前清的皇帝还要凶得多 第二 因为要骂鲁婿 所以连锄穿白村 也就倒了霉 因为要骂我 所以连茶花女一书 也就打在一类的东西里算账 皇帝时代的株连 三族也罢 九族也罢 总只限于亲族 此刻就要连累到 所义的书 或所义的书的作者 最好我们还是不义书吧 因为我们义了书 而代连原作者挨骂 未免罪过 第三 我说的是 公是不肯用的 这分明与肯用公 而景况不能用公者无关 但是 人家偏没有看见肯字 偏要说 俺同情于 那般要求知识 而得不着知识的青年 偏要说 有多少青年已经衣不蔽体 饥不得食 这就是你所骂的青年们 这就是 真天足的青年们的 辩论上的战略 而况 现在中国的环境 真已饿得 绝对不能读书了吗 这话 我也有些怀疑 我只觉得肯读书的人 环境坏了 只是少读些便了 绝不至于完全不读 不肯读书的人 环境坏时 固然可以咒骂着环境 而说不能读 到环境好时 可以暂涌着环境 而说不必读 真所谓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有雪 收拾书包 好过年 与其这样扭捏 说出许多理由来 还不如讲 姬安先生 大刀阔斧的说声 不要读 倒还真有些青年的精神 第四 现在的博士 与大学教授两个名词 大约已经稀臭不可当的了 所以 作文章称别人为博士 为教授 也不失为一种武器 所可意者 博士和教授都是 大学里生产出来的 他一方面在咒骂博士教授之 要不得 一方面 又并不说 大学之 要不得 反再说 北京大学成了个什么模样 但是 这有什么要紧呢 说话本来就是自由的 第五 蒋基安先生既说了 不要读书 却没有替青年们的 一本一本的文艺创作 加上一条 淡书 似乎是个小小的缺漏 因为 若说这一本一本的 不是给人家读的 请问出了 有什么用 若说是给人家读的 读的人 就首先破了青年们的读书界 这不是进退两难吗 第六 蒋先生要我证明 林肯只有伟大成绩 由于多读书 这当然是做不到的 因为林肯读的书 的确不多 可惜蒋先生不赞成读书 我不敢请他翻书 世间若有赞成读书的妄人 只需把英国百科全书 第十六卷 第七零三页翻一翻 就可以看见林肯如何在困苦艰难之中 要想读书 他那时书本如何缺少 教员如何缺少 他那时的环境 才真可以说是没法读书的环境 而他到底因为要读书的缘故 虽然读的不多 中还读了几本 而且读得很好 但是文艺家不是书记官 这种的事实也尽可以不管 听见说林肯的名字 自然应当欢喜赞叹的 美国只有一个林肯 已替全美国人吐气不少 现在我国有了一群群一对对的林肯 加之以一群群一对对的尼采 这是何等值得恭喜的事啊 第七 我七八年前 名字是不是叫半农 似乎并不像洪荒以前的事一样难考 第一次人家硬派我叫半农 我说这是事实吗 不料他第二次还是 横一声半农 术一声半农 而且说我已经承认了 在这一点小事上 也就可以看得出青年们 在论辩上所用的特别方法 若说他头脑不清 当然不是 许是喝了葡萄酒有点微醺吧 第八 新青年在中国思想史上 曾占据了一个时期 这一句话 新青年同仁万万当不起 看他把纸冠硬带在人家头上 而随即衬托出自吹自打的文章来 技术何等高妙 可惜究竟不大朴素 不如把真天族的青年运动 道田年月 使假天族的人消灭于无形 这就分外有声有色了 够了 教训受够了 我这篇东西发表以后 凭他们再有什么教训 我一概静谨领受 若是他们不用文字而用图画 如已经画过的拉屎在人头上 即拉屎在书面上之类 我也一概尊而众之 绝不把他看作墙壁上所画的乌龟 或所写的王三是我儿子 复言 有许多人不满意于 我第二篇的《未免除误会》起见 说我被他们以骂而害怕 其实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后 他们还在骂 如果我怕 为什么不再未免除误会起见 三位免除误会起见呢 我的意思只是恐怕感情话 人家听不尽 不如平心静气说一说 平心静气说了 人家还是听不尽 那我还要说什么 我不但要将第二篇文章取消 便连第一篇也要取消 因为对于这等人无话可说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诗言 我没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美德 所以最后只能拿出我的作医主意来了